每周六听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 掌握国际财经趋势 我是工商时报的必分 大家看到2023年美股七雄 它的账幅是百分之百 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都知道美股就主导全球的股市 那随着2024年 我们看到标普 纳斯达克 我们还看到甚至于道琼 都在创历史新高 那今年美股 是不是要继续登顶 还是已经到顶 我们欢迎我们今天 这个科技基金专家 就是我们的富兰克林头雇 我们的研究部资深副总经理 罗优美 Kony 你们好 各位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 Kony来 我们握一下手 真的欢迎你 因为我们的听众太期待您来了 那因为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只单纯看科技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很重要 对不对 2023年 我们就被这个AI本来以为经济不好 结果它这么热闹 所以你们自己现在科技股到底有多热啊 你们自己公司里面 科技我想就跟大家感受到的 因为美国费办跟纳斯达克表现好 台湾也成为在2023年是亚洲 甚至全球前几名的股市 台湾这几年应该都会持续受贿 所以我们只能说就美国股市来看 科技七雄大家都知道 已经占了大盘全值很重要的涨跌因素 所以到底我们只能说它贵不贵 贵 但是它会不会贵就不涨 不一定 这有趣哦 对 其实说真的它 像比如说好了 苹果这一家公司 它的市值三兆美元 这么多 那如果今天把它分成它的股票来看 它真的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那如果今天把它放到科技基金 它也是另外一种高价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们就说啦 其实你看好 如果我们看2023年美股七雄 它的市值呢 其实增加又增加五兆 这个其实还蛮恐怖 意思就是它就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然后你会看到 标普500它也是一样 就是跟科技有关的部分 那是NVIDIA 它NVIDIA就是我们这一档 就是我们这回答 就是这个 它的老板一天到晚都跑来台湾 它的股价 在一年里面240百分比 增加这么多 所以好 来怎么办 所以我们来看科技的话 我就回到 如果它是不是涨多 一定要回 我们就要看到 我们未来有新的创新 所以单一产业 通常是在我们说 黄金啊 能源啊 甚至基础建设 其实这种单一的产业 它的特色是 它本身这个产品 好像没有办法更多元化 然后或者是说 这些企业已经不是 高度成长 会增加资本支出的 来做研发的产业 所以你看科技 它很不一样 它不太算单一产业 是因为这个产业里面 实在太多元了 上中下有软体硬体 还有现在新加入的 AI的应用 还有在各个公司 都在这个部分 有投入新的研发 跟未来它有机会 有新的应用级的产品 所以我们要提到说 假如我们可以看到 就企业的投资 研发支出是持续的 而不断 在客户端 不论是企业 或者是消费者 对于AI相关应用 是有兴趣的 那这些企业 就会继续投入 研发资本支出 而推出的产品 有民众愿意付费的话 那其实它就会呈现 一个良性循环 这个产业就不会因为贵 一定要回档 所以这是确实要秩序看的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 苹果跟微软 在美国也是形成了一个论战 是说苹果代表的 就是一个比较硬体为主 但它后面当然 绑定了一些你要付费 所以它已经是 很会赚钱的公司 但是微软 它因为搭上了AI题材 还有它是软体服务 接下来AI的应用 似乎市场也持续关注 是不是软体公司 其实接下来有可能是 AI应用相对会更有利的 那这就是可以聊聊看 接下来我们科技怎么好 我们不用跟你讲 可是科技基金怎么挑 那其实就可以回到说 接下来要讨论的议题 对啊 其实大家一定觉得有趣 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 一开始就跟Cony在说 这个我们这个市值多少 大家都会听众会说 这不用跟我讲 我知道它就是很重要 比如说NVIDIA 可是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我们看到微软它会跌 有一天我们值班的时候 我就看到 它一天跌了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十二股价 那如果我聪明的人 我会要进去减吗 这就是一个问题吗 对不对 就是我是不是 可以从一个总体经济的角度 去看说 我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决定 这个其实也是重要 那所以其实Cony就跟大家提 如果我们到底从总体经济去看 科技产业它需要 它不是一个单一产业 它科技应用到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科技公司它有硬体的部分 它有软体的部分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看到 同样叫做科技基金 它其实会很不一样 对不对 那在这个时候要透露一点 我们也知道富兰克林 有一档科技基金也是 就是从我们看它 从196几年到现在 就是一直都是一个 很棒的正成长 这个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吧 其实在台湾 其实有分为 美国注册的基金 跟卢森堡注册的基金 美国注册基金 其实非常非常的少 那主要就是它 成立时间通常很早 所以我们那时候 把它注册引进到台湾 它费用率通常比较低 即使是科技基金管理费 加上管理费大概 加起来也还不到1% 但是到卢森堡注册 大概就是在1.8 就是2% 有些就会超过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在美国注册 时间比较久 主要就是为了印证 你可以特别去看经理人 在成立以来 它经理人操作的风格 跟以往毕竟 经历过比较长的时间 这档基金能够存活下来 它到底有什么特色 对于投资人 在选择上面的话 我们如果去看经理人 的操作的经验 还有它的背景 跟这个团队 到底是位在哪里 像我们团队 就是位在矽谷 所以经理人常说 他们有很多的资源 是因为矽谷 是最多新创 或者是好的公司 都会去矽谷那边 去跟做法说 所以我们很有机会 我们其实在 苹果IPO的时候 就已经买到了 所以这种就是 可以是在 我们在挑选基金的时候 其中一个 对于值化的因素 其实你除了看报酬率 比较报酬率 其实报酬率都有 会有互有消长的 那这是值跟量 要同时考量 是一个 我想可以分享给投资人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如果直接来提到说 怎么样去看值跟量化的 挑选科技基金的因素 其实大家最容易看到的是 报酬率 报酬率其实里面 会有一个迷思 其实你至少要看到 单年的报酬率 不能只看累积 那你去看 报酬率好的 如果是去年以来 其实一定科技奇雄 不会少 所以你要去看说 当然它可能 现在是对了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 可能对于风险 或比较怕追高的 那你或许不一定要 选择科技奇雄 比重就很高很高的 基金或ETF 所以你要先知道说 你看的报酬率 它到底报酬率 好是来自什么原因 跟未来你喜不希望 也是这样子的风格 那第二呢 再来就是说 可以去看 刚刚提到的经理人团队 他的经验跟特色 所以我们就举例 我们刚刚说 其实我们有引进 一个美国注册的科技基金 跟卢森堡注册的科技基金 它其实蛮不一样的是 美国注册基金 第一个你其实要去看 它对应的指标 所有的基金 尤其境外基金 都会有对应指标 那我们美国注册这个基金 当初就是设立 它这个科技 你也知道这个 五十几年前设立的时候 还不知道有AI这件事情 所以当初设立 它的指标只放了 S&P大盘跟罗素1000 就是它的指标是大型股 只要应用上很科技就可以 是真党科技 所以它其实它里面 包括医疗也应用科技 或者是我们说的信用卡 这些也是数位 可以应用的科技 它都可以买 所以它表现就算是科技当中 比较稳健的 那另外呢 卢森堡我们有注册的 这个基金经理人 它团队当中有三位 分别有当过这个软体的工程师 才来当基金经理人的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 我们偏好有产业经验的人 再来当经理人 而不是一开始就只是 拜访上市公司去了解 对 所以这档基金 它的科技基金 它就特别看好 尤其云端服务 软体服务这些 因为它的理由 我们觉得也蛮合理的 是接下来是AI应用的时代 它也是认为软体 还有一些云端网络 这些是直接就是收钱 现金流 大家一定要付费的 那所以这些公司 其实微软就是其中一个 第一个 他们现金比重也比较高 接下来这种利率 比较高的时代 其实对他们来说 相对影响也比较低一点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一个投资人可以留意的 对 其实真的 这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 Cony刚刚一下子给大家很多 非常重要的几个point 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可是你刚刚最后提到 那个利率就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从市场的 角度来看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说 我到底怎么样看科技股 跟总体经济当中 利率就是一个因素 所以现在还蛮多资料 都会谈说 到底升息 因为我们现在 2024重要的是要降息 所以这个降息会不会影响 或是真正的 就是带来市场资金更多 所以反而降息 对于本来就看好的一个产业 它可能资金更多 所以它就更热 所以科技股就是一个重点 对不对 那其实刚刚大家有在聊到一个部分 就我们两个在聊注册的地方 也是市场关键的部分 第二个当然就是这个团队 对不对 就是选股的团队 大家不要觉得 我们是不是在做什么广告 没有 我们都没有 我们真的就是要从一个 大家想想看市场这么大 全世界市场这么大 我们要从不同的市场 不同的人 在做这件这么热的事情 你怎么样静下心来 真正好好看清楚 对 所以Kony刚刚跟大家聊 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那利息的部分 就是我们说利率的部分 你们芬兰克 你现在怎么看 如果就利率 其实市场一直期待 也是提早反应联准会 今年的降息跟空间 那我们比较认为 降息的时间点 应该是下半年 或者是现在市场预期 就不会是上半的 5月以后 我们而且其实应该说 如果我们是就投资而言 市场用十年公債值率 已经可以看出 市场已经至少反映了一部分 对企业而言 它也不是那么在意 时间点跟几码 因为今年大约就是降 三码或四码左右 其实对于企业而言 我们认为 这个是对于股价 评价面的一个直接影响 可是我如果是要长期投资的话 利率这个角度 我们认为它只是 可能有一些企业我们提到的 筹资成本 对于某一些公司 它如果没有稳定的现金流来源 或者是贷款比较高的一些产业 它可能就相对在利率高的时代 影响是比较大一点 那对于相对现在这个利率水准 其实对于历史平均来看 是比较偏高的 其实就历史经验来看 对于成长股是比较不利的 价值股其实通常是反而比较有利 可是这一波其实完全没有看到价值股比成长股强 所以这个也是要提到说 投资科技当然是 现在是全球的希望所在 所以它会集结人气跟资金 可是如果就评价面 我们还是认为如果有机会资金轮动的话 今年你其实科技如果有获利了解一部分 其实是可以放到价值型的这些股票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就利率的角度 我必须说 它带来的这几年是资金行情 那对于科技股来说 或许对于某些企业影响也不会那么大 但是确实要留意 已经不是全面性有题材 就能够全面涨 对 这时代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听众 常常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 会听到债券 债券其实跟利率的影响就变动关系很大 可是大家在想科技股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刚刚Kony说 这个价值型的股票一直没有涨 不是没有涨 是说它就没有像成长股的那种动能那么大 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投资成本 对不对 因为价值型的公司 它其实做投资的时候 或是买设备做厂 这件事情它比较谨慎 所以它就不会冲 对不对 因为钱贵了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是这样 Zekoni就给大家一个建议 那大家如果不太懂这个价值型的股票 其实应该回去听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当时讲了非常多这个部分 因为Charlie Munger 他就是在讲价值型投资的一些类股 或是他们你应该挑的这个标的 那所以这个地方真的就是利率对于科技股 它其实关键在于说 你是看到 对 是评价面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 Kony刚刚跟大家提 如果我今天是注册的地方不一样 我挑的基金经理人不一样 这些资料去哪里看 其实公开的资讯 基金公司都一定要揭露 有一般的投资人须知 跟专属投资人须知 还有更完整的这种公开说明书 所以通常我就会建议专属的资讯 跟一般的投资人须知 大家浏览一下其实基本的资料都蛮清楚的 注册地 还有在它的规模 成立的历史 还有它的经理人 它的管理费率 还有就是它的对应指标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同样是科技基金 如果它的对应指标是科技 你大概就有一个知道说 它就是要跟这一类的标的 跟波动风险来比对 我们也必须说 在S&P11大产业当中 科技也是算波动大的 像能源 它算波动是比较高的 波动比较低的是公共事业 就像你刚刚提的 它是价值型 不是不赚钱而跌 它是属于资金排挤之下 还有它的股利率大概3到4% 所以已经低于现在 美国联准会的利率 所以什么时候价值股 有可能反弹 也有可能是看起来 就是联准会开始降息之后 它又可以缩小 这个货币市场利率 跟所谓美国人存股的 这种价值型股票的股利 中间差异在缩小之后 我觉得资金又会重新 有一些轮动 所以我想一个是科技 我们还是可以有 就是控制你的比重 事实的获利了结 另外有居高症的人 其实我们建议定期定额的时代 有可能它的重要性 又比去年来的高 那定期定额或定期不定额 甚至有根据布林通道 来智慧加减码的 这种聪明型的定期不定额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工具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提供给投资人 如何参与到科技的机会 但是又选到适合自己理想的题材 那以及用各种工具跟策略来参与 可以降低你的风险 对啦 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 你觉得这个做功课 这个看到数字就投欢的话 那你真的就是好好的跟你的银行礼专 这是我们一再的跟大家说 你千万不要怎么赖群主 那个诈骗 被诈骗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救你 真的你一定一定要清清楚楚 这家公司跟你聊的 这个银行跟你聊的这个理专 甚至你要跟一个理专的团队 你不要跟一个人 因为这个我们都不要跟自己的钱开玩笑 对不对 那刚刚Kony提到几个部分 风险的部分 其实如果我们今天看科技基金 在挑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它的风险 因为比如说刚刚我们聊的你们富兰克林 那个就是这个投报率200倍 其实它的风险它就会说 它叫做风险等级叫RR4 然后是稳健系 对这个定义跟大家分析一下 有两种指标也是公开资讯会提供的 一个就是从RR等级 就是风险等级上面来评断 确实风险最高就是5 接下来就是往下降一点 大概就是4 所以科技大概就是4跟5 这样子的一个范围 但是如果它的 还有另外一个参考指标 就是标准差 标准差也是固定需要公告的资讯 所以你只要去跟对应的 同类型基金标准差来做比较的话 其实大概也可以知道 这档基金 其实如果是科技 我们刚刚提了 它本身这个类别平均下来 就是11大产业当中前三高的 那不过因为它报酬率很好 所以相对于每一单位的风险 你还是赚到你可能想要的报酬率 那另外一种风险是投资人 要自己每个人不一样的 就是有没有过度 相关性过度集中的风险 也就是其实就台湾投资人而言 台湾的科技业 其实很多是半导体相关 硬体比较多 那我们软体云端 大部分都是美国的这些公司 所以如果你是台湾 已经自己有一些台股的比重 不论是ETF 不论是个股进出 其实你接下来 那我还需要买美国的科技股吗 我想你如果买美国的科技股 你需要的 你想要的 跟台湾买不到的 其实你就可以去 依照我们刚刚说的 从对应的指标 跟经理人布局的 主要的产业 其实就可以挑选 台湾没有的 我们刚刚提到 可能比较获利稳定 现金流量稳定的一些软体业 甚至他可能比重当中 是可以有5个percent 可以买未上市 那这些都是 投资人可以去做一个 台湾是硬体 美国以软体为主 这种软硬兼备 就是一种在投资上 也比较分散的一个策略 这个很有趣 这是听众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今天 我的组合 就是我们常常说 台湾的ETF的商品 其实最多我们看到是 含积量 就是有台积电的含积量 但如果你今天 在买了台湾的 跟台股相关的 很多是含积量的部分 然后你又把你的科技股 境外的科技股 又有台积电 那不就等于风险集中的吗 对不对 那你以为分散 其实事实上 你给自己风险集中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 做到一个 我们所谓分散的部分 那Kony最后 我就想跟你聊一下 你们自己担不担心 科技泡沫 因为我们看这个 哪有这样子 一直创新高的 这个太恐怖了 所以有没有泡沫 就回到我们刚刚提的 这一个行业 它是已经停滞 没有新的产品 没有新的研发 没有新的创新能力 我们才会开始担心 可是目前可以发现 其实确实有一些新的 AI相关的机会 我们可能还要持续看 除非AI接下来 没有杀手级的产品 或推出的 都没有那么受欢迎 民众不想付费 那这个有可能股价 就可以看到财报公布期间 其实市场也很血淋淋的 看到公布之后 那个股价的波动 所以我想波动 一定还是会有的 所以建议投资人 其实做好配置上的一个分散 那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组合 这一类的科技精来介入 对啊 所以这就是今天真的 今天我们节目内容的部分 大家一定会觉得 我们谈到的这个全球市场里面 这跟利率有关 就是利率它事实上 也会影响到 我们现在看到这么热的科技股 那这个科技股 它其实它还要更细分 所以Cony今天就是带大家去 认识科技基金 你不会看到它 我只看它的投报率来选 这样其实基本上不对 而且我们建议大家要看 这些基金的月报的资料 或甚至于你希望 能够更详细了解 它是软体硬体 或是它的应用 你千万不要 我只要买一档叫做NVIDIA 那你去买股票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想要买一个 叫做台积电 所以这样的情形 基本上都是不对的 就是Cony今天跟大家聊 科技基金 它今年2024 基本上还是会继续上去 可是看你挑的是挑了什么 那它会有风险 你就看它是不是 当它财报发布了之后 尤其这个礼拜 到我们过年前 都是会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财报公布 一旦它公布之后 股价重挫 对不对 血淋淋的 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 你到底对还是不对了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谢谢Cony 给大家介绍一下 科技基金 科技股 它的未来 跟它对于全球市场的关系 我们谢谢听众 我们下周见 谢谢Cony 我们下周见的众